大家好 今天 介紹一支 珠寶刀 這珠寶刀是 布蘭克林駐壁廠 委託 應該是 伯克島廠製造的 盒子 這個是1990年以後 製造的 應該是在1991年 盒子已經很久了 將近30年 這盒子已經老舊破損 這邊還有貼膠帶 裡面是 這個 泡棉 這個是以盒子 單獨單支換送 我們等一下再講 這個刀怎麼來的 好 我們先介紹這 富蘭克林駐壁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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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美國一個很大的工廠 它最早是在駐造錢幣 去美國國家駐造錢幣 也替私人駐造一些紀念幣 它不只在駐造錢幣 雖然公司叫駐造錢幣 它可以有很多營業項目 所以它也在賣刀 它也賣很多紀念品 有很多玩具 百里娃娃 它也在賣 什麼 某些名人的玩偶 它也在賣 一個都不到一百塊 這個 它做很多刀 大概有上千種 可能有兩三千種 這些刀 基本上 它是走這個紀念刀 跟這個廉價刀的路徑 它這個刀是 廉價刀它是在中國遲早 所以它 成本比較低 因為它假如做很貴的刀 就不可能 在市場有很大的善意 它的刀大概是 你到加油站去買 大概十塊到十二塊 這樣 那個 因為中國製造的 它很多都用這種塑膠餅 塑膠是一個很好的宅體 它可以在上面 用特殊印刀 印彩色 所以它的刀看起來很漂亮 那現在你知道 很多電鍍很發展 塑膠電鍍 電鍍金色 或者是花樣 塗樣 彩色塗樣 它那個刀很便宜 但是刀看起來就好漂亮 所以拿到古代鏡 古代的人就 這什麼寶貝 對 它的 我剛才講 它一走低價 但是它也有做過很高價的刀 像這組刀 它是在 顯在1989年的時候 1989年是一個叫做 Sportsman's Year 就1989年 運動家的年份 在那一年 那一年叫運動家年 1989年 它就出一套 魚列系列的 十二支一組的收藏刀 就是高端的頂級的收藏刀 那找誰做呢 找德國伯克刀 不過他們現在都多貴 一支小小的兩吋半的這種 大馬仕格 多少錢你知道 350塊美金 可怕 兩吋半的大馬仕格刀 那麼鹿角的沒有大馬仕格多少錢 有一百五十塊 大概一百五十塊這樣 你也買不到 沒有貨 你買不到 大家都搶光了 我有兩次 我講的是高端 現在它都做魚端 像很多那種紀念刀 有的紀念刀是沒有在用的 它就裝在框 然後掛在牆壁上 這個是什麼島什麼島這樣 這家 譬如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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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個 雷根的紀念刀 哪一個總統的紀念刀 或者是說 這個 什麼二戰 或是說 什麼西部人物的 因為這家 他忽然克林 他很喜歡這種 演藝人員的紀念刀 喜歡 因為演藝人員有很多粉絲嘛 所以他做很多那種紀念刀 所以紀念刀有的 你用了以後 這個刀就完蛋 就爆銷了 所以他很多這種紀念刀 他就只是在做裝飾 放在家裡面裝飾 裝飾你的牆壁 當然刀 最好是可以使用 刀會很難過 刀可以使用 但是有的刀 它是純粹是來做裝飾 所以他們用的鋼材 甚至都比較差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不是 它這個是純粹使用 要給這些獵人使用 所以他做了十二支 十二支 以前是賣一千五百塊 美金 聽說最貴的時候到三千塊美金 這十二支刀以後 他又覺得 還有很多動物沒有提到 又做了最佳的六支 這六支有很多人都不曉得 有這六支 六支就三支裝一個框 用一個木框這樣裝起來 這個我通通通都有過 那這個刀一組 很快就賣光了 賣光以後 這個順番禮呢 他就再做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已經過了1989年 而且德國在1989年11月9日 柏林尾廟被推翻 推倒 被人推轉 推倒不是自己倒 那在1990年 10月3號 兩德統一 所以在1990年10月3號 是統一日 統一日 統一日 這個統一日 那個 那這個刀在 統一以後做了 所以它上面的日 那個國家就寫德國 Germany 那在1989年的時候 兩德還沒有統一 所以上面是寫 West Germany 西德 是寫西德 那這個刀因為很受歡迎 所以它再版 這個刀就是 這一支刀就是再版 有人說 你這個再版的比較差 也岩版的那樣 有好有壞 這並不一定那樣 那再版的刀是使用 德國的索林根的不鏽鋼 索林根不鏽鋼 比岩版的是用440 因為它便宜嘛 那便宜的時候 它比它規定過440 那再版的時候 它就用這個 索林根不鏽鋼 表示說 我這個並沒有比 那個岩來那麼差 那它這個 這個 這個刀 有人講說這個刀 比 比這個岩版的品質還好 其實不一定 因為它 好像出了好幾本 我 那個 雖然沒有證據 但是 那個 在收藏家 收藏家 技術部這些 他們大家都來講 好像有 出了不止一百 不止一百 因為它還是有一些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我就是說 像那個刀柄 那這支刀是沒有 它這刀應該模子是同一個 同一個 跟原來1989年是一樣 因為你要去做這個東西 不是那麼簡單的 不是你要做就做 這個是一種藝術品 這個是 這個叫做磨斷糊 磨斷糊 磨斷糊 對 它叫磨斷糊 磨斷糊 就是它做模子來 來 來衝的 做磨斷糊 磨斷糊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它怎麼做 為什麼它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再板 你不是說我現在做 然後拿這刀給 給張三說 你能不能做這個跟一樣 然後沒有問題 還是很簡單 不可能 因為這個東西 你可能 你就找不到藝術家去做 要做一樣 一模一樣 更不可能 這個是怎麼做 這十二支刀裡面 只有這支是 這個 是珠寶刀 其他都不是 這珠寶刀 因為它這一片香 這個餅片這一片 是純銀的 925純銀 在刀裡面有純銀的刀 本來就非常罕見 像那個 Tiffany 她的純銀刀要多少錢 六千塊 那個瑞士刀 那個小小的 那個3.5吋 那個叫做到六千塊 六千塊 台幣 台幣六千塊 你看多萬 兩百多萬美金 所以純銀刀本來就很貴 因為第一點它很稀少 而且銀是稀有金屬 所以它價格都很貴 那它這個是整片都是 它不是鍍的 那整片都是純銀 現在也有很多刀在上面 這個 那個 鍍金 鍍金質或金的土板 鍍的東西喔 你可以鍍很淺 鍍很薄 那也可以鍍很深 鍍很薄 譬如說你是鍍兩百塊 鍍很深六百塊 但是一般人不曉得 那你鍍的東西 有的時候久了 它會掉 會掉 那你鍍深一點 它就比較不容易掉 那這個 你看它這個 整體的美感 它這個 前面是用黃銅 黃銅有黃金的質感 所以它 跟這個銀搭配在一起 所以它這個 有很好的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 還有它的這個刀片 刀片是用這個 我剛才講 索鈴跟不鏽鋼 然後它做成鏡面 這種鏡面是 比較精細等級 這一定要用這個 那個 這個研磨膏 這不只是用這個沙帶輪 沙紙帶 去磨 沙紙帶磨的話 它都會有這個 機械痕 那你看它這個 根本看不到機械痕 這根本就是 你看 完全沒有 所以這個很厚工 因為它本來 譬如說你這個珠寶 你珠寶這麼貴的東西 做一個 很便宜的這種刷光 沒有意義 對不對 你一個貴的東西 然後你的配件很粗俗 醜秀 有人這樣做嗎 對不對 譬如說你去買二姨皮 然後來做皮革 做好醜 做得很爛 這個二姨 就失去這個意義了 那你就去買一個 隨便買個塑膠皮來做就好 對不對 所以你貴的東西 你一定要 要再跟金式 所以要請施物來做 這樣才有意義 對不對 好 那麼這隻刀 它是長 閉盒的時候長 是5.25寸 閉盒是5.25寸 那這個打開的時候 打開的時候是這個 9.25寸 9.25寸 9.25寸大概就 23公分 23公分 23公分的話已經很大師 因為它這個5.25寸 一般來講 這個折刀的尺寸 大概在4又87寸 5.25寸就很少見 它這是故意做這麼大的 所以它又沒有說大的 這個不像話 所以它做5.25寸而已 這5.25寸你看 你拿在手上的話 就等於一隻石刀 石裂刀 石刀有的 有的才6寸而已 所以這個比那個6寸還長很多 所以你看這個刀 這個刀是美國人的標準 美國人標準 它在底下有兩個弧形 一個弧形看 放兩個指頭 所以它握得很緊 握得很緊 好 我們再講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鏡面 鏡面 這個可以反映那個攝影機的 攝影頭 它這德國刀的 那個楞岩線很窄 很窄 它有楞岩線很窄 它照樣很鋒利 它這個前磚不是做尖 那個尖會刺人 它是稍微有一點鬆 有一點這個圓 並不是說你刀一定要尖尖的 碰到人會刺動 尖尖你就已經刺到你自己 看他要怎麼做 看他要怎麼做 你看聽他的聲音 聽這聲音你就知道 沒有拖泥帶水 沒有那個尖尖的聲音 所以說這刀很功利 這也是一樣 這個殺的死人 小偷來嚇嚇小偷 這個 有人在你家找麻煩的時候 也是可以嚇嚇人 這個刀 你還要切 切肉 還是說要小水果 那個小兒科 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刀 它是珠寶刀 你帶到山上去就比較可惜 所以你可以在家裡面 辦公室使用 這個 或者放在 放在桌子上 假裝 不太注意後的桌子上 客人來 又開始談 贏的啊 你去找一百隻刀 有一隻是上面有贏的東西 杜的就不要講 杜的贏的不值錢 那個 雖然說沒有杜的貴 但是杜的贏的不值錢 它這個是純的 純銀的這一片香片 是純銀連上去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這個香片 這個香片叫做 磨斷 磨斷粗紋 這個 胡調 磨斷粗紋 這是怎麼做 這是找一個 教授家 很厲害的教授家 這個細節這麼清楚 那個 胡椒粗出來 然後用這個當作模子 然後去把那個銀板 然後沖壓 打在銀板的後面 寬過來 就吐出來 吐出來 吐出來就變成這樣 你想想看 那個東西 這麼小 然後要 裡面要 要介紹這個白尾鹿的生態 白尾鹿 北美專有的這種動物 它的生態 你看它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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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腳下的 這個 這個河邊 這個白尾鹿這邊 旁邊都是這些什麼什麼樹啊 這些雲啊 雲啊 雲彩啊 這邊水生植物什麼這些 這些東西 它細節 雕的出來 而且這樣 雕的很清楚 要不然你打出來的東西 模模糊糊 很多這種胡椒 用這種技術打你 雕的不好 你就是模糊糊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你看 它這是在山上的這些樹 這個是山樹 山樹跟柏樹 在前面這一個 這個是這個 那個 它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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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松樹 你看 這個是松樹 這個是松樹 這是柏樹 山樹 你看 白尾鹿 白尾鹿 它身上的毛 毛啊 毛啊 你看 身上的毛都都雕出來 那個上面 那個天空有這個 雲彩 然後雲彩 在這邊 雲彩 這邊 這邊 你看 這邊 這邊底下 這邊有一些樹 還有水 還有倒影 你看 細節多清楚 你看這些前面這些葉子 這些 一片一片葉子你都可以數出來 你看 像剛才這邊松樹山 你看 它是針葉 針葉植物 所以你看它這個葉子一片一片都雕出來 這個花多少工 你看這個 這麼豐富的 還有那個山上的那些這個山 裡面山 你現在看到的山的綠色 其實都是一個一個樹 它一個一個都雕出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天空這個雲 這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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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彩 你看 請問你有胡雕的東西有這麼清楚嗎 還是你有什麼胡雕 沒有半個 它這個才多少 才幾寸這裡面 就雕的這麼豐富的東西 所以不是說 你現在拿去請別人做 你幫我做一個這個五千字 哪有這麼簡單的事 我以前去買日本的那種 鍍金的那種 那種 書籤 你再一個多少錢 一個一千塊 一千塊台幣啊 不是一千塊日幣啊 那我還是送給朋友 那個朋友以為 以為那個東西很便宜 他說他要做兩千個 問我到哪裡去做 我說那一個一千塊日幣啊 一千塊日幣啊 三百多塊 哇 那個東西那麼貴 它上面有個打 那個 樓空的那種 金格式 所以這個東西 珍貴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你要看得懂 你看不懂 你剛才不知道 以為這個東西是拿個這個 拿個沖床 然後這樣 啪一下就出來 以為成本五塊錢 你說外行的人就是這樣 外行的人就胡說八道 亂估價 不 不是寶貝 這個是珠寶刀 所以他為什麼要去做鏡面 來做這麼精細的鏡面 鏡面也可以很普通的鏡面 上面都看得到機械痕 比較粗的鏡面 你看我們用四十微米的砂紙 就可以做成鏡面 那你這個 你看它這個 它這個絕對要用到 0.5的這種研磨膏以上 才可以做成這樣 完全都看不出來有加工 因為已經太精細 太精細 我們一般來講 這加工的時候要 要 方向要變 才可以檢視出 上一階段的加工的 它的這些刮痕把它找出來 剪出來 然後你再做下一個階段 那像這個 這種東西很精細 都已經不必再考慮那個 因為它太細了 就不會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刮痕 那你做這個 這個東西 做這麼 這麼精細 這 這麼難得的 你當然啊 你錢的 其他的護件 就要做得更好 要不然你就沒有 做這麼 貴的東西 就沒有意義 對不對 一定要這個 這個 紅花要綠葉來襯作 你的紅花 然後用菇葉 來襯作 這個都沒有價值 沒有能量去做的 就像你做這個 這個二一皮的皮包 你找一個便宜的師傅 來用這個貴的東西給他做 沒有人這樣做 做的東西 手工很爛的東西 好東西都被糟蹋掉 也不可能賣好的價格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難得 這個 它這個整體的顏色 這感覺 握在手上很舒服 有一點沉 所以你在辦公室裡面 你看 拿來這個 切水果 客人來的切水果 請問你這個什麼刀 我這是銀刀 你看這個 哇這個 你假如刀上面 有很多這種 刷光的那個 看著 看著就不舒服 那你這個整個量 切水果 一下子就這樣 分成兩半 多棒 這個 可以當 放在這個 辦公室上面 當你的 財信刀 然後客人來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 當做話題 在那邊 增進這個感情 他就說 你這個 這叫我 有一些東西 很特殊的東西 常常來拜訪你 這個 這個 這個刀 你看這個 這個 雖然他說是 在板 在板 但是他 品質 整體的品質 並不會輸 原來的那一支刀 手工 難免有一些 這個不完美 你看他這 刀整個 尖光閃閃 但是這裡 你看那這裡 所以就是我們手工刀 常會看到 就是有這種間隙 在這邊看到 你看這邊有一點點 就是在這個 餅片 跟 內襯 之間 有一點間隙 很小 我是把 這個 指出來 讓你 讓你知道 這個 大概 0.0幾 米 在跟頭髮一樣這樣 像這種喔 有的時候你沒注意到 你就是不會看到 我是說應該 我們是在這個 介紹收藏刀 所以要看到 這並沒有什麼影響 這其實都還在可以融洗的 這個 手工的刀技的情形 這個手工不是機械 沒辦法那麼清楚 你看 他通常在尾端的地方 尾端的地方 尾端的地方 他 你知道 他這個 這個硬的東西 你壓下去 他不見得說 會糊糊貼貼的 所以他通常會有這個 尖細會開 因為在尾端的地方 在前面的地方 譬如說他 他有 有 有這個 譬如說他 他有固定 或是說有打這個 釘子 就比較不會 但是尾端沒有 那就 他就容易 看到 這個 容易 分開 所以這個比較 在手工上 常常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 常常看到 像你這個 有這個骨片的話 他在這個尾端 常常都有 有切角 有切角 所以他要去補 所以很多刀都是這種 這種情形 在尾端不太好處理 我只是順便介紹 這並不是說 這個刀有什麼嚴重的瑕疵 好 那麼這一支刀 這是白尾端的石刻 這是比較簡單的石刻 它這個是一個顏色 一個顏色 這個石刻 這個要十塊錢 美金 所以這是很貴的 那你就做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做幾千支 要不然根本就划不來 這個 像這個 這個刀的這個樣子 我只有看到這一支刀 沒有看到第二支 因為 不容易做的事情 假如說你要大會周章 然後去做這個 做幾千支 划不來 乾脆去做別的 做別的東西可以 同樣的時間跟精力 可能可以做好幾支 不要光做這一支 就划不來 因為人的這個時間有限 對不對 你不要把時間去做一次就完了 最好能夠說做一再 再本再本 一直可以再做的事情 那樣的話 就是投資報酬力 所以這個投資報酬比較低 所以做這個刀 它只是一種 我要做一組很好的刀 這種心態去做 要不然的話 它根本就划不來 對不對 有心人要去做這個 才可能達成 假如只是說要這個急功近利 我要做這個能夠馬上賣馬上賺錢的 就好 何必去找這個 你要去找人 美國人就是這樣 他們有時候做一個事情 要搞好久 譬如說 我以前去看他們一個出版社 來做一個封面 有一個遊樂場來做封面 它整個公司的人去遊樂場 這三四個月 然後才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這跟遊樂場有關的封面 封面就是一個遊樂場 但是遊樂場裡面有什麼 他也要去研究 然後最後做出來 最後做出來 用噴畫噴出來的感覺 做了三個月整個公司 結果做那一件事情 你看到美國人做認真 那麼這次刀 是美國富蘭克林出壁場 這個為了這個運動 運動家年做的狩獵系列 十二支刀裡面的白紋運動 他的在本 就介紹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